最近大家都很担心的就是禽流感的疫情了 那么今天农委会防检局也公布了最新的检验结果 禽流感的确诊场增加为101场 目前累计扑杀的场次是44场 那么在先前采样送检的屏东万丹 以及高雄露竹场的病毒检体 也在这一次的禽流感疫情中 首次被验出了H5N3的新病毒 在屏东的万丹以及高雄的露竹场 那高雄的露竹这个部分呢 我们有扑杀了他扑杀了333只 那另外在那个万丹的部分 他是已经全部死亡 那在今天我们家旭卫生检验所确诊了 这两场的病毒都是H5N3 那这个H5呢是跟韩国的2014年的H5N8的H5相似 那N3的部分呢是跟这个蒙古 2010年蒙古的绿头压的一个N3 还有跟这个2012年泰国的这个野压身上的N3 那另外还有在台湾高雄前定的湿地的 H5N3的N3相似度都在98%以上 所以我们也是从这样的证据推测 他还是在这一次的这一个新型的H5N2 H5N8以及H5N3里面都是由这个野鸟 还有后鸟所带来的 DH5N3的 H5N4的